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秋佳节赏月是古人诗篇里写的最多的内容了 而今年也恰逢9年以来月亮最大的一次 那么今年上哪赏月更好呢 希望加莱先锋记者采访的报道能给您不一样的建议 中秋将上演月全时与超级红月 下次要等18年 因为今天是合家团圆的中秋节 也因为在晚上大家将会看到一个比平时更大更圆更亮 还红通通的超级月亮 据美国宇航员宣布当天还能看到月全时 这两个机关碰一次头还真是不容易啊 自1900年以来 这样的邂逅只出现过5次 上次出现超级红月亮还是32年前了 如果错过了今年 那可是要等18年才能再次见到此番圣景 今年换个视角看月亮 中秋赏月航班受追捧 赏月一直是中秋节的传统活动 今年中秋你准备到哪赏月 爬上月路山还是登上某座大厦 No 这些方式现在都out了 近来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赏月航班 花几百元买张机票 在万米高空欣赏皎节明月 成为新的最佳赏月方式 赏月航班的意思呢 就是从我们下午的18点至24点呢 我们这段期间的航班都称为赏月航班 那期间呢我们可以在乘机的朋友呢 可以欣赏到正值单空的一个月亮 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选择好了最佳时间段 一个好的赏月位置也是十分必要的 自东向西飞行的航班 客舱左侧为最佳观赏座位 自西向东飞行的航班 客舱右侧则是最好的位置 它的话这个南北方向 然后它有这个时间点 然后还有这个东西方向的这个时间点 它都是比较适合赏月的 所以才会就是在这个直列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那有没有选位子的这些直说呢 有啊因为它这个A牌的话 它是靠近那个窗口的 然后这个F牌的话是靠近那个另外一边的窗口 在窗口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赏月的位置 像去年的一个消费习惯 我们据我们协程的一个大数据显示 去年的客户群体的一个消费习惯 客人是通过APP或者是说网站上的预定 选择靠窗啊 或者是说过道的位置紧张到了40% 那我们今年的预定情况呢 是增长到了60% 看来今年的预定比去年增长了一倍 这与即将要出现的超级大月亮有很大的关系 去民航资源网统计 今年全国在冲球期间执行的出港航班有2802次 其中最佳航班有700多班次 要想赏月的观众们选择条件就多了 不过娱乐街坊在这里告诉大家 由于飞行过程中不能开启手机 要拍摄月亮照片 只能使用相机或者iPad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晚上最丰盛的一道大餐了 那就是湖南卫视每年都不会缺少的中秋晚会 那么这道大餐最吸引的人是什么呢 首先啊是各种各样的男神奇聚了 比方说有TFYS 锦伯然 古巨鸡 小鲜肉 老辣肉 那是一个都不能缺啊 在这个天王逐渐老去的时代 娱乐圈如雨后春色猫头出了许多青春小生 有别于过去每个时代的男神 他们张扬却有理有结 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去施展才能 不过分自得 走下神坛的当代男神们更加接地气 卫视中秋晚会上 又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男神呢 快来一包眼福 卫视中秋之夜录制现场年龄最小的男神 当属TFYS的三小只了 王俊凯 王源 易洋千玺 这三个十来岁的帅小伙的粉丝 几乎遍布每个年龄阶段 上游奶奶阿姨辈的 下游读幼儿园的小娃娃 三人青春无敌 受追捧的程度堪比一流大派明星 当晚录制棚外 街道几乎被TFYS的粉丝承包了 三小只远远地在室内一出现 场外立马想起今天的分贝 今晚你等着的是他们吗 说到景博然 你脑海里浮现的是 相爱穿梭千年里高智商的古代书生 还是桌腰记里呆呆木木的桌腰师呢 景博作为一个东北人 却长着一张清秀的脸庞 销售的身材让他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 然而花儿与少年里 无微不至地照顾姐姐妹妹们的他 又让人觉得是个真汉子 本次卫视中秋之夜 白衣西服身十般优雅的景博然 将会搭档欧阳娜娜一同合唱 这对俊男靓女的组合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当从韩国回国发展的黄子涛 作为演出嘉宾 再一次来到了湖南卫视的舞台 作为唱跳型的歌手 黄子涛和舞团带来了一首帅气十足的快歌 让现场的粉丝拍照听不下来 虽然近期身上风波不断 但是黄子涛依旧好心情 和主持团笑闹耍剑 一秀才艺 三种不同风格的男神 你更喜欢谁 今晚中秋之夜就来满足你的少女心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除了男神之外 当然还有女神啦 正在热播的偶像来了 让我们看到了十位女神不同的风情 而这次呢 刚刚杨玉莹再次降临中秋晚会 费啥就她来了呢 因为她毫不谦虚地说 自己就是收视的保障 不老女神杨玉莹 再次空降芒果台的中秋之夜 明媚的黄色蕾丝长裙 配上十年如一日的甜美容颜 宛如豆蔻年华的少女 在2011年宣布付出后 杨玉莹便开始再一次闯荡娱乐圈 这四年来 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几乎都有她的身影 观众并没有把她遗忘 甜歌天后在各路付出悲意里 依旧微笑自如 今年杨玉莹加入了 湖南卫视重磅打造的 明星真人秀节目偶像来了 在这档女神云集的周播节目里 她依旧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以夸人神迹或称古典女神 我好喜欢你们的服装啊 好漂亮的我觉得 对 你的眼睛好亮 我觉得你的眼睛有点像 草原晚上的星星 草原晚上的星星 那明亮明的眼睛 好像晚上的星星 有人说她做作 也有人说这是港港真性情的体现 优美和美好是杨玉莹的代名词 林青霞甚至在节目里评价 港港做什么都是优雅的 或许这是曾经那个内敛的时代 赋予杨玉莹的一种气质 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她 就应该是如此 云淡风轻 此优美 在录制中秋晚会 当晚的记者见面会上 也这样介绍 您是湖南卫视的常客 从我们背后看这个收视大数据 每年跨年晚会 只要有您在场 都是收视的高峰 已经40多岁的田歌天后杨玉莹 依旧有福清亮甜软的嗓子 拥有极高的辨识度 她能把所有歌唱出自己的风格 这也是喜爱她的观众 几十年不变的原因所在 想从我已拦开 简直春风无限开 只想听我已拦开 杨玉莹的舞台十分大气 半舞团水秀翻飞 变化万千 根据录制顺序来看 杨玉莹的这首歌曲 还在倒数二三个节目 算是压轴曲目了 虽然付出在几年 但是在芒果台这个大平台上 以40多岁的港缸 还是收获了大量的观众员 她的江湖地位 依旧有目共睹 咸宝编辑整理报道 40岁了 还能保持这样的颜容 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啊 本着节俭办王会的宗旨呢 细心的人会发现 这些明星都是 湖南卫视的常客了 而中秋晚会最大的阵容 当然就是 《我是歌手》当中的嘉宾们 这次再聚 他们也是拿出了 不一样的作品 有种再次敬演的意味 今年卫视大火的综艺节目 一个接一个 《我是歌手》 第三季完美收官后 Aline 李荣浩 古区街的歌唱实力 再一次获得了 内地观众的肯定 三人在内地的歌唱事业 又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作为湖南卫视的老朋友 他们也不负歌迷的期望 于中秋之夜晚会上 再度开桑现场 这次李荣浩带来的是 自己的经典歌曲 作曲家 早先作为音乐制作人的 李荣浩为众多大牌艺人 制作过专辑 对他来说 音乐是一种本能 他用十年创作出一张 属于自己的专辑 并成为第一位 获得金曲奖 最佳新人奖的内地歌手 实现了从制作人 到歌手的转型 这次在卫视中秋之夜的录制中 编导因为设备原因 而要求荣浩重新再来一遍 观众都表现出极大的支持 大游演唱会 喊安葛的架势 可见李荣浩的人气 有多旺 黄丽玲身为台湾知名的女歌手 在内地一直是属于歌红 人不红的状态 通过今年的我是歌手 内地观众都迷上了这位天生歌姬 录制当晚 一席黑色拖地长裙出现的 而令演唱了曾经香港乐坛 天后级人物 徐晓凤坏之人口的歌 明月千里即相思 掀起了录制中的小高潮 而令演唱完毕后 现场观众还意犹未尽的 大喊女神女神 到底有多美 今晚你就知道了 最后一位来自我是歌手的 就是中秋之夜 当晚的主持人 古巨鸡 自从主持完我是歌手 大家对其轻松幽默的主持风格 都颇为欣赏 不知道她的普通话 有没有变好一点 虽然作为歌手的她 现场并未能单独登台现唱 但是饰演四大才子之一的古巨鸡 还是颇为让人期待呢 圆圆不断的待日节目 保证了卫视的生命力 这个大平台给了众多艺人 不断发掘自我的机会 相互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让艺人和平台成为朋友 这才是湖南卫视真正的魅力所在 关注你爱的艺人 就选择关注湖南台 今晚中秋之夜 他们都来了 前方编辑 这里报道 古人中秋除了赏月 吃月饼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活动呢 比方说赏桂花啊 饮桂花酒啊 还有这个拜月老 求爱情或者祭月 祈求家庭团团圆圆 夫妻和和美美 虽然说很多活动 现在不那么流行了 但是那种美好寓意呢 依旧在 而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呢 由湖南歌舞剧院主办的 中秋民族音乐会 是为新城老百姓 奉上了一场盛大的文娱大餐 现场情况如何 来看先锋记者发挥的报道 近日梅西湖之夜 中秋民族音乐会 在湖南社外经济学院 龙琴上演 来自湖南省歌舞剧院 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 和湖南社外经济学院的师生一起 精心打造了一台 充满传统情怀和文化底蕴的 民族音乐会 以纯正为美的纯厚乐音 寄托了但愿人长久 先礼共缠绢的美好愿望 本次中秋民族音乐会 是由湖南民族乐团特别筹划 针对中华传统佳节系列 音乐会的第二场演出 音乐会特别选择了 但愿人长久 平湖秋月 春江花月夜等 印尽的曲目作为主体 以明月合奏 独奏 重奏等多重形式 表达对中秋佳节的美好祝愿 此次中秋音乐会 由于是在学校演出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还特别加入了两首大热电视剧 何以生肖默以及花仙谷的主题曲 书情的通俗歌曲用古典乐器来演奏 立马有了别样的意境 哇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民乐 总而言之后觉得比较震撼现场的感觉 觉得跟听那种视频啊 或者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以后可能会爱上他 很有一种这个回家的一种感受 因为这个节日真够的传统 节日就是一种家庭团聚的感觉 然后在这种美好的音乐当中 也是传统的这个美好的音乐当中 我找到了这种回家的感觉 很有亲切感 觉得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应该是 像这样子让民众有一些这样的 音乐的一些享受 有这样的一些氛围 我觉得这样有利于这个传统 节日不断地去传承 让我们感受很舒服的 我觉得是 度中华佳节 品传统文化 享国乐风华 在这个守望思念 梦想丰收的世界 共赴一场人月两元的国乐盛宴 不仅是一次身心的享受 也唤起了观众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前方记者长沙采访报告 春江花月夜 花好月圆 这些古典明月 都是寄托于明月与相思 寄于美好的祝愿 而在这场中秋民族音乐会当中 当然少不了这种经典作品了 乐会中笛子疲叛二胡 这些乐器的精彩演奏呢 更是展现出了 古香古色传统异域 在中秋民族音乐会上 琵琶 二胡 笙 这些相传千年的乐器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 古色古香的中秋音乐盛宴 也展示了中国远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而在遥远的古代 古人又是如何寄托相思之情 这些传统乐器就是他们的情感 诉说口 音乐会开始前的彩排间隙 湖南民族乐团的音乐家们 就用这些传统乐器 跟先锋记者一一讲述了他们的来历 并展示了这些乐器和月亮的关联曲目 声作为中国传统管乐器 在古代祭祀和庆典时常会用到 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孟华路中秋中 就有 丝黄鼎沸 静内亭居民 夜深摇闻生鱼之声 宛若云外 可见古人在庆祝中秋佳节时 声是少不了的乐器 此外 古人的诗词歌副里 提到最多的乐器就是笛字 在《红楼梦》第76回里 就描写了中秋节 贾母帅家人在大观园的桂花音下 赏乐文迪 引得众人文迪感齐轻的中秋意境 惊人不见古时乐 金月曾经照古人 了解这些古典乐器和月亮的关联 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传统中秋佳节 和它背后的历史底蕴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看完乐会呢 我们继续来赏花吃月饼 月饼发展到现在呢 就和各种各样的美食一样了 需要推陈出新 这样才能符合更多年轻人的需求 那昨天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生活达人 和大家一起分享传统式的月饼的做法 今天呢 我们同样走访一位达人 而他喜欢和擅长的是新式月饼 中秋佳节有家家吃月饼的习俗 这天一家人和加分吃月饼 象征着团圆和墨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人们对事物的不断创新 月饼也变得更加新潮了 今天关主播就教大家制作时尚漂亮的月饼 今天我们会做一种很特别的月饼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月饼 到底有多特别 它的名字叫桃山皮月饼 桃山皮月饼又称日式月饼 饼皮用传统日本黄金桃山皮 精致而成 风味独特 口感已细腻而闻名于世 不仅如此由于材料比较天然 制作要求较高 因此在外购买价钱也是有些昂贵 桃山皮月饼 食用材料 桃山奶皮 火茶粉或红麴粉 牛奶50克 面粉25克 细砂糖60克 黄油30克 鸡蛋两个 第一步做饼馅 将鸡蛋糖依次放入牛奶奶油搅拌 并过筛后放入面粉奶粉依次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黄油 隔水加热炒拌20分钟 从液体拌成粘稠的膏体 放入冰箱冷却半小时 第二步做饼皮 将桃山面皮融入抹茶粉或红麴粉 揉匀进行软色 第三步 线包心 将做好的线分为38克每个 然后分别包入蛋黄或蓝莓成球状 再将皮分为37克每个 将其包裹 揉搓成圆球 第四步 压磨成饼 第五步 进入烤箱150度烤制15分钟 香甜的桃山皮月饼就这样制作而成了 造型精致美观 香味似笔 你们喜欢吗 看完之后 有没有想自己动手试一试的冲动呢 我还是很佩服这些达人的 能做出这么有精致有意思的作品 相比我最拿手的呢 是番茄炒蛋 那是高了好几个层次 其实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 有生活品质 有追求的人 树比树比 阿威树比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娱乐尖锋 娱乐消息 八面通 我是官官 那今天的中秋佳节的娱乐尖锋 特别节目 看的还过瘾吗 明天呢 同样锁定 每天晚上6点55分的 娱乐尖锋的直播 明天要好好工作咯 最后再次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明天见咯 拜拜 中秋节快乐 四年里我们在 四年里我管的这里你不在 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成功 看你这傲的笑容 但一万有世界我们都在 开心的那些和难过的那是 运动作的那是 把发情投的那是 所有的一切刻在我的社定里 找回忆即使 时间为你十分之一 新的时间 全会从前好吗 你不为那些错过的美好 我任性在看着它 为你首告别 最后跳 我不想想你离开我的时候 没有你在等地当下 都不算吧 我会牵住你的手 妈妈 永远牵住你的手 妈妈 我不想想你离开我的时候 没有你在等地当下 都不算吧 我会牵住你的手 妈妈 永远牵住你的手 妈妈 做的美好 搞点空气 好吧 我只想要看到你的思乱 去哪里 都想黑情地去 我会牵住你的手 就像那么小时候 陪着我 把一切都放弃 给了我 给了我 也许能全世界 所有人终止 又因为我 回去的